大家好这里是语文闲话我是语文 前两讲我们讲了威尼斯画派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位来自意大利北方帕多瓦的画家 科雷乔 这个名字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熟悉 但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却是非常高的 被沃尔弗林和里格尔这两位著名的艺术史学家 誉为最具现代性的文艺复兴画家 为什么科雷乔受到这么高的占预呢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颠覆了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几何透视法 把几何透视法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可以说科雷乔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位比较另类的画家 前面我们提到过文艺复兴运动初期的一项重大成就 是布鲁内莱斯基发明了透视法 那个透视法是个几何模型让画家在画布上表现众生的时候 能够精确的测量出圆小近大的圆小到底小到什么尺寸 另外有了透视法之后一支蜡烛也就是光源 前后左右各个角度不管占多少人画家都能有能力 准确的为每一个人布置光线和阴影效果 从而产生和谐的美感 那么在这种光与影的统一布置和远小近大精确尺寸的共同作用下 营造出了逼真的众生效果 但是这个几何透视法缺点也很明显 这个缺点就是它毕竟是个几何模型 并不能反映我们眼睛的真实所见 因为它假定的是我们只有一只眼睛 也就是一个点 而且眼球不能转动 要一直盯着那个透视中心点 可是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真实工作基底却不是这样的 是吧 我们有两只眼睛 而且是通过眼球转动快速扫描成像的 那么我们就拿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来举例吧 在你用一只眼睛定睛 看耶稣的时候尽在咫尺的犹大 你也是无法真正看到的 用艺术心理学家阿恩海姆的理论来解释 就是我们的目光像机枪 当一群人冲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枪口一次只能针对一个人 那为什么几何透视法还会被广泛采纳呢 那就是法国艺术史学家阿拉斯说的那样 原因只在于他和柏拉图的美学理念相吻合 就是让美可测量嘛 因此呢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了几何透视法之后 就再也不肯用这套方法做花了 出于对透视法的不满 画家们想了不少办法 比如既然人有两只眼睛 那我就弄两个中心点嘛 是吧 这个有个痴迷数学的画家叫乌切洛 他出于对形式美感的追求 他在地平线的最左侧和最右侧分别搞一个中心点 但是你再怎么折腾也就是个几何模型 就像你想吃米饭却只有面粉 那你把馒头改成花卷也并不解决问题啊 我们之前说过有了透视法之后 他带出来的新问题比他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以前拜占庭风格的时候 绘画是二维的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 那但是现在呢 有了透视法之后 画家需要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形象 这就产生了一个景深的概念 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假设有一个正对着你的平面 你用画框把这个平面框住 这个叫取景 那这个平面被平行复制成无数个一个一个的连续向后退 每一步都要产生连续的效果 因此呢就形成了一个空间 这就是景深的概念 可是呢 这种空间观是被几何学构建出来的 并不符合我们大脑实际反应的那个空间观 是吧 于是呢 怎么表现远景就成了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 这个小童拨地窃利 想了好多办法 心里烦得要命 如果是把远景画成他实际的样子 千毫必现 就像这幅圣母领报 看着实在是别扭太假了 可是呢 要像达芬奇那样 又是空气透视法 又是色彩浓淡的 又暗又糊 这又违背了柏拉图追求理念美的初衷 那可怎么办呢 那就用一片树林挡着吧 比如他这幅春 或者把风景取消 让人物占满整个画面 把后面挡住 比如他的这幅维纳斯与马尔斯 甚至有一次波地窃利实在太郁闷了 跟达芬奇说 拿块抹布 蘸点颜料 往画布上一丢 甩成啥就是啥吧 我估计那个时候 这个小桶和达芬奇经营的那个三只青蛙的饭店 肯定是亏得一塌糊涂 他太烦恼了 对吧 那么我们再来讲这个柯雷乔对空间观的突破 和其他的画家相比呢 柯雷乔对透视法的运用方法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来看柯雷乔在帕尔玛大教堂画的天顶画 拿他和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穹顶画一比较 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截然不同 柯雷乔的角度是如果圣母升天到了我的头顶上 那我就只能看见他的脚丫子 而米开朗基罗画的上帝和亚当 却是旋转了90度 把观众提升到和上帝与亚当等同的高度 让观众平视画面 换句话说 柯雷乔是第一个从主体的角度去安排画面的画家 只有他这样的空间感 才与康德所说的 我们人类大脑实际反应的空间观相吻合 柯雷乔这样的处理方法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空间的真实性 但是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为了追求空间的真实性 画面的主题就被削弱了 同样是画在高高在上的天顶上 你看米开朗基罗为了让你看清楚 将画面转了90度 让画面主题上帝和亚当正对着你 可是柯雷乔的圣母呢 我们只能看到悬在空间的两条腿和一只屁股 那个看上去就像一只青蛙 人物无法成为画面主题了 为了弥补这个弱点呢 柯雷乔一方面是一口气画了几百个旁观的天使 熙熙朗朗的 虽然每个天使看上去就像只青蛙 但是堆积在一起呢还真能形成一个正常的次序 那么第二呢 柯雷乔画了大量的这个云彩 云彩的作用啊 一是显示了主题在天上的这个位置 那么第二呢是众天使们在云彩中落影落现 让柯雷乔在创作每一个具体的天使时 无需考虑天使之间的位置关系 那么即使如此 这幅圣母升天这个画完以后啊 教堂的师傥还是抱怨说 看上去就像一大盘炖青蛙肉 除了空间观念之外 柯雷乔对光线的运用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画家也不一样 前面我们提到过 公布里亚画拍并不在意光线的统一性 而是像小镇照相馆那样 给每个主要人物的面部都打上光啊 就是都打灯的效果嘛 这个达芬奇所追求的呢 却是光线的统一性 也就是说光源是固定的 它照在画面上的各个地方所形成的反光和阴影 是彼此协调和相互支撑的 为了增加真实感 它还表现出了随着距离光源越来越远 光线在空气中产生衰减的效果 我们看达芬奇的这幅吉内威拉班奇 整个画面均匀受光 但是用头发的高光和阴影显示了光源的位置 而柯雷乔对光线的运用和前辈们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他这幅基督的诞生 这幅画的焦点就是刚出生在马槽里的耶稣基督 柯雷乔干脆就让耶稣基督自己发光 让他自己成为光源 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一种舞台剧的效果 是吧 让画面的主题被极大的渲染和加强了 在黑暗的衬托下耶稣基督身上发出的光芒 产生了非常绚烂的效果 那么正如美术史学家沃尔弗林所说 柯雷乔营造出了一场光线在空间中的狂欢 柯雷乔也和拉斐尔一样非常喜欢达芬奇 也从达芬奇那里获益良多 比如两个人的同名画作《利达与天鹅》 这幅画的达芬奇的原作已经被毁坏了 这一幅是他学生的仿制作品 在柯雷乔的《利达与天鹅》这幅画里 我们可以看到熟悉的朦胧感 熟悉的对线条的消解 拉斐尔是借鉴了达芬奇的风格 但却是克制的向回收 以寻求画风的平衡 而柯雷乔却是向前走了一大步 进一步的创新 柯雷乔笔下的利达左脚向前伸出 在纵轴上对人体进行表现 这正是后世巴洛科风格的特点 另外这只向前伸出的左脚 聚焦了观众相当的注意力 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女性动体的局部 比如一只脚而不是整体 以增强情色的意味 这又是后面的洛可可画派的要义所在 所以后世洛可可画家们对柯雷乔也是推崇被制 那么看到这里 我还要解答观众们一个普遍的疑问 就是文艺复兴以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裸体的画作 无论是在神圣的教堂里还是在王公贵族的卧室里 这与中世纪时期教会的禁欲主义条规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甚至在画圣母与圣徒的画作中也出现了裸体 你像我们上一期介绍过的提香的这幅 莫达拉的玛利亚 教会即便是出现了变革 但它的理论基础又在哪里呢 你别说它还真有理论基础 它的理论基础就在圣经创世纪的记载里 我们之前介绍过 上帝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 可以跃人的耳目 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圆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上帝耶和华神吩咐说 圆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时 那么从圣经记载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人不偷吃进果 只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那么我们就可以永远不死 也就是永生 因为那个时候神的灵 在我们身体里面起主导作用 人是和神的灵完全联合的 因此人所喜悦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被造物 并且都是从神的角度来判断好坏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真正的基督徒 看到任何大自然的美景 这个人体的构造的奇妙 宇宙的深髓 我们就会想到上帝造物的伟大 所以在我们的眼中 这个一草一木都是上帝的杰作 我们由此而感恩感谢上帝 他们说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都是不要钱的 你比如说空气 你要没有空气 那我们人是活不下去的 所以说我们要长存感恩的心 我们的眼中要随时看到上帝的作为 这就是我们节目中常说的上帝视角 圣经又记载说 当上帝为男人造出了女人之后 说当时夫妻两人赤身入体 并不羞耻 你看当时裸体并不感到羞耻 是因为人还没有偷吃禁果而犯罪 原罪还没有入人的身体 而当人偷吃了禁果 原罪入体以后 人一听说神的声音 便要躲避神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如今 很多人你跟他说别的东西 他都兴高采烈的 一听见我们给他传上帝的福音 立马就眼神闪烁 顾左右而言他了 这就是他体内的原罪在起作用 圣经上早就精准的描述了这一原罪入体的反应 创世纪三章八节记载说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在圆中行走 那人就是亚当 和他的妻子听见了神的声音 就躲在圆中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 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圆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 那树上的果子吗 大家看在原罪没有进入人的身体之前 人是没有裸体这个概念的 而原罪就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当这些与神的标准 背道而驰的意念 在人的意识形态中 起主宰作用以后 裸体才成为肉体情欲的诱惑 物欲横流才成为眼目情欲的诱因 而今生的骄傲才成为我们最顽固的替代神 来主宰你命运的恶国 所以当时教会之所以允许 艺术作品里出现这么多裸体的人物 其理论依据就是抑郁回到人类始祖犯罪之前的那个状态 但即便是找到了这个理论依据啊 我个人认为这还是有点眼耳盗铃的嫌疑 好回过来说我们的正题 柯雷乔的这幅利达与天鹅是当时的盲图公爵 向柯雷乔订购的四幅画之一 这四幅画都是描绘以宙斯与凡人相恋的主题的绘画 另外三幅是达纳厄加尼曼达伊娥 那么可以说渐渐都是精品 其中最出色的是伊娥 前面我们就提到过 柯雷乔特别喜欢画云 他也是画云彩最拿手的画家 对于柯莱乔来说云并不是装饰或风格 而是一种结结实实的绘画工具 因为云可以遮蔽一切 所以它就成了颠覆传统几何透视法最有利的工具 另外云又是最没有具体形状的东西 或者说它总是处于一种成为新形状的过程之中 这就给柯雷乔的画面带来了鲜活的动感 柯雷乔因为对空间的崭新理解 对光线的戏剧性表现 以及用云彩冲破线条对色彩的限制 而被誉为一百年后巴洛克风格的精神之父 同时洛可可画派也对他推崇被制 但是当我们从洛可可画派往回看的时候 才会深刻的体会到柯雷乔在表现女性动体时 那份难能可贵的节制和含蓄 色而不赢哀而不伤 这八个字用在柯雷乔身上 可谓是得其所在 那么从布克哈特到沃尔夫林再到里格尔 许多艺术史学者对柯雷乔都赞不绝口 不仅是因为他在绘画理念及风格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同时也为他画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品位上的雅致所倾倒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人们一直把柯雷乔视为一个二流选手 但是现在柯雷乔的声望却越来越高 在拉斐尔的线条和提香的色彩后面 人们往往还要加上一句柯雷乔的品位 好这一讲就到这里 请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并按下小铃铛 谢谢大家的支持